季柯刚才的马龙之后一场球 我觉得也是打得非常好 暂时的当今是世界军参最高最高 就应该这样 你们两个的比赛 在这个时代里 就像教科书一样 只有你们才利益不举拼 才能够让我们通过这个世界 不断地发展 所以我感觉这场比赛 实际就是讲 季柯带给了我的惊喜 同时也超出了我的预期和想象 在我心中 加倍是把重大比赛 张继柯总是在意料之外 却总能脱颖而出 成名之前不被看好 他说相信我 以我的性格一定能打出来 在夏天他一战风生 成名之后面对质疑 他不做回应 当巴黎未免 扬起胜伯来得背之后 他说我只想证明 那些人的判断是错的 2014年直通军决赛 遇到马龙 这场教科舒适的对决 也是刘国梁口中的正名之战 我们一起来看 第一局 马龙通过多变化的发球 细腻的前三板 率先拿到局面 随后相持中 低狐圈正手发力 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 张继柯如睡熬苏醒 反手不退台 正面一刚 连拿两分 而马六斌不必锋芒 轮开正手 推出虎头闸 狂轰两大脚 这是一场世界最强正手 和世界最强反手的巅峰对决 双方斗智斗勇 漂亮 这个球 这个球 他这个筋肉短 这个感觉长 这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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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反手变直线 我就偷你正手碰到 那我就再回你一个正手段 一番比拼后 随着季柯 一个暴力反拉 比分来到7比3 前方高能 马龙上眼 龙之侧切 白球遁地 局面 马龙一招反手 打季柯 正反手转换 相持中 季柯突然发力 拿下第二局 第三局 双方剑拔奴章 你破我的反手拧 我就抱你的正手了 来吧 互相伤害 凌家有龙 出掌城 这只龙 是蛋克龙的哥哥 发胶龙的弟弟 正手 已然丝滑 而季柯 这套组合拳 钓油鸭左 白短劈长 上课打61 下课奏 十六七 很快 碧峰追之五硬 还是熟悉的套路 你一拳 我一脚 碧峰 相持不下 漂亮 两个爵士高手的精彩对决 简直成了场外那帮臭小子的好莱坞打篇 瞧他们的眼神 九分之后 比赛姓张 鸡柯怒火中 拿下第三局 局间 那个开心的小蜜蜂 不对 小指导 又开始 酷口酷心的碎碎念 让鸡柯 下一局 戳一戳 拔一拔 赢了回去 给他做红烧鱼 第四局 双方火力全开 即可反手 恐怖如斯 马龙先推后冲 这波操作 简直是取游户的马大厨 接着 马龙连续两个回球失误 心态产生了变化 情之道紧急叫的暂停 给马龙出谋划策 此时 摄像大哥 发了一波福利 活拼那把小子的年轻模样 呆萌的大胖 可爱的高远 花季的咒语 雨季的小胖 还有有心识的大忙 可以有点帅的好帅 漂亮 一番心跳加速后 双方站着九平 肖之道内心排山倒海 坐立难安 他可是藏傲啊 九分之后 你懂的 你懂的 小白 跑了 来张子哥赛点 撞了 这种赛 冒功 熬之咆哮 季科拿下比赛 他们都是最棒的 一个惊艳的时光 一个温柔的岁月 支持国拼 点赞关注 下期再见